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组紫砂虎 看上去有点像雕塑 但是它确实是用紫砂做的 首先我们来一个一个的足够的看 大家可以缴纫砂虎 一下大家可以试试的 看上去 不愈纫砂虎 对 我们来处理一下 這底下有款製作人的姓名 就是一個 另外一個 一個 一目的 一目的 全新鮮 一目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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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这个历史时期大家非常清楚 当时呢那个材料也是非常好的材料 他们都是选那个非常好的材料 断泥中的那种 现在很多说断泥已经缺了 好像是很多好的泥料 基本上已经矿料已经挖完了 或者已经储存起来了 给那个以后的人使用 就是慢慢的使用 现在用了太多了 但是那个时候呢 为了我们挣外汇 为了体现我们中国人的特殊的艺术 特殊的艺术风格 向外国人展示我们中国的工艺品 这个才是真正的中国的工艺品 那外国人一看 他为什么这种东西很多你可以在外国发现 但是在国内是发现不了的 很少很少 你想这个这个壶 它非常朴素 对 它根本没有一点痕迹 它完全是一种新的 如果你要写一个历史 写历史书 那这个一段历史就很容易 对不对 引起写历史的人注意 纸杀史 如果你写一部纸杀史 像现代吧 你要写现代的 那纸杀你现在写什么 写的都是仿古 因为像那个顾景州大师的活 他们都是仿造顾景州大师 仿造什么什么 仿造十八世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可以卖钱 所以你写这个历史的话 你写了写去就是说 他们在反国 没有什么新的历史 而这是一段典型的历史 从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才是真正社会主义的体现 为什么呢 社会主义非常最 最大的一点 就是我们要一个 是一个社会 以社会为主 而不是以个人为主 而资本主义呢 他们是以个人为主 不是以社会为主 看看这套紫茶壶 我觉得做的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这些大事 虽然 这后面的客名 我觉得他们是真正的大事 这些壶都是没有使用过的 里面都是很干净 没有使用过 但是都是肯定是手工制作 它可能是 现在呢 过分的就是玩这个枣 把它玩 这个把弯 怎么样把弯 把弯的这个很亮 什么 像油一样 这个好像有 这个有点过分 看看这段历史 所以我们要写历史的人 我们就要抓住 就像写瓷器 瓷器 也有一段特殊的历史 现在人们已经关注了 我们称它为叫五六七十七 这个紫茶呢 也应该有人关注 这一段的时候的历史 工农兵时候的历史 就是这些紫茶呢 所以我想说 叫五六七十七 这些紫茶呢 就像用于淨湖 种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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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东西